这人是谁 回少奶奶的话 她是城里最春楼里的姑娘 她倒上来干嘛 是老爷熟来当二房奶奶的 什么 少奶奶息怒 小人也是听人说的 下去 是 更衣 听见没有 快点 老爷我等着 好 你等着我给你更衣 来人 是 你们干什么 给我打 老爷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你们谁敢打 打的就是你这大丈夫 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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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再打就打死了 打不死 你放心 只是让你尝尝皮肉之苦 打 娘子 别打了 别打了 娘子 我再也不当大丈夫了 那当什么 当孙子 服不服 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还听不听话 听 我听话 好 加法四号 这么多 老爷我没当几天打丈夫 又便回去了 怎么 不会了 会 会 这怎么会忘呢 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问你 你把最初楼的姑娘赎回来 你想干什么 说 说 老爷我要娶 娶小老婆 不 有娘子在 老爷我怎么敢 那你要娶什么 我 我是娶过来给娘子当丫鬟 伺候娘子的 整天看着这幅画有什么用呢 看得我眼睛都酸了 好 娘子 暂且忍耐一时 子曰 四书五经 这岂不是着魔了吗 娘子寡闻了 此乃胎中教子之法 肚里的胎儿还没成行 能懂什么四书五经啊 娘子啊 来 娘子 恨一样 子曰 又教无类 正因 府中胎儿尚未成行 才让他 早受教化 熏陶 在胎里 就熟知 圣人教诲 将来生下来 必然 跟正苗状 与众不同啊 我看别人 不会这么费劲吧 娘子 咱们是读书人家 怎么能跟卖浆挑菜之途相比呢 娘子要是累了 我扶你上床休息吧 好 来 娘子 让学生再给你读一段 嗯 这又是为何 这样负重的胎儿 才听得更清楚些 真拿你没办法 我开始读了 我开始读了 子曰 学儿时习之 不亦乐乎 又旁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小嘴 小嘴 老爷 老爷我了 讨厌你 老爷 说好了去过来是当妾的 现在可好了 进了门让农家当丫鬟来了 小嘴 老爷 老爷我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带着那个 我那醉春楼里吃香的喝辣的 也省得过来受这个阳醉 老爷我也没办法 小翠 你瞧 那母老虎贵得我两个膝肝全肿了 小翠 老爷他怎么这么狠心 这个母老虎 千刀万管的母老虎 我一天念他三千咒 咒他建言吗 小翠 没有用 小翠 我一天咒他四千咒 那都没有用 小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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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怎么办呢 老爷 老爷您关翠啊 休了这只母老虎 休了 老爷 老爷 你过来 坐坐坐呀 来 老爷 老爷呀 亦是一家之主 您怎么能够 让他趴在您头上 老老婶撒尿呢 老爷 小翠 老爷 您要是休了一只母老虎啊 小翠 我被您取进门了以后呢 小翠 我呀 就好好伺候您老爷 老爷 老爷 包括您哪 每天都高高兴兴 舒舒服服的 小翠 将来 小翠 我进了门啊 别说老爷娶一个妾呀 就是娶个三宫六院的 小翠 我也不说个不字 少奶奶 来 什么事啊 老爷和小翠 在书房里呢 小翠 小翠 快点 来 你呀 就不怕那只母老虎啊 他只能个体 快点 相公 相公 你这是怎么了 老爷 他肚子疼 对 我也肚子疼 是吗 对 让我看看 这疼吗 疼 这儿呢 疼 这也疼 疼疼 老爷 你得极肠沙了 是 怎么办呢 别急呀 相公 我这里呀 有一个祖传秘方 专治这种病 想吃吗 相公 吃吃吃 来人 找一罐童子尿来 让老爷趁热喝了 喝喝尿 就不疼了 是 不疼了 相公 你家三代单船 你可是想要男孩儿 多谢娘子 多谢娘子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娘子生男 是让董家香火有气 学生实在是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现在谁知道生男生女呀 这倒也是啊 学生清极了 不过啊 我听人说 现在也能够测出来 怎么测 过门槛 过门槛 听人说 先卖左腿就生男孩儿 先卖右腿呢 就生女孩儿 那娘子是先卖左腿 还是先卖右腿呢 我们试试 老爷 老爷 你干什么 还想欺负的老爷 我不够啊 在我头上 拉屎拉尿不说 竟给老爷我管起鸟来了 你怎么拉 大姐 不要起歪身 要休了 这是 木老虎 来 右脚 是个女孩儿啊 再试一遍吧 来 来 娘子 算了 我看生男生女都一样 我们就别试了吧 不行 相公 多给我一次机会 好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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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这是在做什么 我们在玩游戏 玩游戏 我们老爷有请 快点 好 知道了 娘子 这次卖的是左脚啊 相公 快点啊 来了 多谢娘子 多谢娘子 你 大官人 你让我写什么 快 替老爷我写修书 修书 对 老爷我修了那正不着胡 不犯七出之过 怎可随以修七 什么七出八出的 她是我老婆 我想修就修 你管得着吗 我去找你 婚姻乃百年大事 大官人万万不可随意休妻 少啰嗦 你是我的奴才 老爷我让你写就得写 快点 快给我写 听见没有 快 快 快写 还不快写 非礼无为 学生写不得 我看大官人还是另请他人 行吧 你小子 快给我回来 我 我自己 我不会写 命不好是争不来的 我原来想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法师做一个贤妻良母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得了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 早这么想就不好了 我对他功功顺顺 百般照料 谁知 他就都要刷几威风来了 他怎么了 整天吹胡子瞪眼 我倒忍了 现在倒好 竟然要去醉上楼的姑娘 当下老婆 我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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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娘子 相公 你为什么这么惊慌 不知出什么事了 原来贤妹也在这儿啊 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傅大官人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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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妻啊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她 她想休妻 妹妹 妹妹妹 请老爷述说述说心中委屈 学生也好下笔 老爷我哪是什么委屈 老爷我是一肚子的苦水 但是总要挑一两件过分之事 学生才好定个休妻的罪名 她的罪名可多了 不让老爷我娶小老婆 让我老爷跪错碗 揪我耳朵 最可恶的他给我挂尿啊 慢慢说 慢慢说 听我挂尿啊 快写 副官宝 谁想休我 不能无理 到底谁无理 我跟你素不相识 无冤无仇 你凭什么来休我 差异 不是我学生要休你 是你家老爷 他要休你 就求你 怎么样 你 出来 就求你 老爷我这次是王八十身头 铁了心了 副官宝 你 好啊 你等着 我让你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罪证啊 他 副官宝 你还敢不敢休我 别走啊 修书还没写完呢 快回来啊 我要再给你写修书 我连命都没有了 我把自己做出的帮你 要做出帮你 在握手 他要看我 你要做练书 娘 娘 娘 你看 这么好的儿媳妇到哪去找 她要娶亲老女子为妻 好 娘 怎么办 我给你做主 快把这孽畜给我找来 找来 娘 姐姐说话 姐姐 老爷 老爷 小翠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不哭 快坐下 怎么了 这是不哭 小翠 全是修起修的 修了吧 老爷 修个屁 修书才写了一半 老爷 我的头上就起了这么大一个包 要是修书全写完了 老爷 我的命也就没了 老爷 你总得想个法子 还能有什么法子 老爷 俗话说得好 无独不丈夫 老爷 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给他喂点毒 让他一时三刻 就去见阎王 不行不行 要是像我爹一样再活过来 他见不了阎王 咱们可就要见阎王了 怎么办呢 对了 老爷 老爷 我听说 怎么办 这来来往往的沿船都驳在城外 老爷 你不如干脆将那母老虎装进麻袋里 去卖给那些严客粮商 到时候既得了银子 除了祸害 又神不知 鬼不觉的 对 卖了干净 小翠你真聪明 老爷 晚安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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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爷叫我找你 来的正好 老爷我正要找你 什么事 你马上去码头 找个买主 把那母老虎卖了 小人不敢 你去不去 老爷 要是卖了 银子都归你 真的 真的 都归你了 都归你 这鬼小人敢了 小翠 让一下 娘子 向你打听一下 有伤马老板在什么地方 老板 马老板就在那边点货 就是他 是 是 买点橘子吧 这个小姑娘 长得真乖 买橘子了 小孩子 买橘子了 谁买橘子 买橘子了 都把那酒坛的马好了 都马好 马好 你是马老板吧 你是货主 你是不是那个马老板 是 我是 我是 对 对 小莲子 新鲜子 还有二手 是 马老板 别给打碎了 马老板呢 有人说 你想买一个娘子 小心点 小心点 对 对 好 马老板 巧了 我这有一位娘子 只卖二百两银子 二百两 怎么样 便宜吧 二百两太贵了 不贵啊 你知道这位娘子是哪一位啊 是什么 是我家少奶奶 我要的不是奶奶 我要的是娘子 是会生孩子的会做饭的娘子 我要的不是奶奶 听明白了吗 是啊 她是会生孩子会做饭的娘子啊 二百两银子 太贵了 我不要 不要了 老爷 卖了没有 小人磨破了嘴皮子也没有人要 怎么会没人要呢 老爷 你想一想 谁敢买一个母老虎回去 不许啊 少奶奶是这方圆百里出了名的泼妇 就是白送也没有人敢要 兴许倒贴二百两银子还差不多 只要能把这母老虎送走 就是倒贴三百两也行啊 你快去想想办法 好 这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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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娘子了 妹妹怎么想不开呢 我们好不容易下凡图个啥 不就是图着人间的夫妻恩爱吗 是啊 在天上羡慕人间 夫唱夫随 难欢女爱 下了凡 姐姐你是一死不差全得着了 可你再看看我 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妹妹 妹夫再不好 总比天上那些没有人气的神仙好吧 还不如那些泼台呢 别说气话了 母后在天上为咱们遮掩 三日之期转眼济世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啊 姐姐就会说风凉话 姐夫对姐姐是一千个好 一万个好 自然嫌日子短了 姐姐就像掉进了蜜罐里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呢 就算妹夫有不适 妹妹也别往心里去啊 姐姐 你这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 要不咱俩换坏 把姐夫给我 把那混蛋换给姐姐过几天试试看 傻丫头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傻话来呢 傻话 姐姐认为是傻话 我可不这么认为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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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相公 怎么了 娘子 又出什么事情了 傅打官人 要卖妻呢 什么 姐姐 你听见没有 她还想加害于我 庆平世界竟然卖妻 学生写状子告她 卖 不老姐夫操心了 这件事就交给小妹处置吧 妹妹 千万要记住母后的话 妻不可胡来 姐姐 尽管放心 姐姐 啊 你都有人把她捍死了 我做了 吧 敌人 我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宏儿子 好 妹妹快起来 起来 让姐姐好好看看你 妹妹 妹妹长得就是臣 难怪我家官人对你这么着迷 王后你我该姐妹相称才是啊 奴命不敢 妹妹多心了不是 妹妹快起来 起来 起来 妹妹这世上的男人都是吃着锅里的 看着碗里的 哪个男人不想娶个三房四妾的 像官人这样的人 能娶到你这样水灵的媳妇 那是她的福气 奴婢不敢了 奴婢伺号奶奶 孝顺奶奶 奶奶 吃点小点子吧 妹妹 你错怪了姐姐 姐姐我这几日不是有一作梗 姐姐我是恨官人 你想想这么大的事 她竟然不跟我商量一声 让别人看着还以为我吃醋撒泼 不让官人纳戒呢 妹妹说实在的 有妹妹在呀 省得官人在外面沾花惹草 我也有一个说话聊天的伴儿啊 妹妹你说呢 是 是 过来 过来 来 到时候手脚要快 不能发出一丁点香声 懂吗 知道 好 怎么样妹妹 姐姐 姐姐手艺真不错呀 你这么一打扮我呀 我都不认识自己了 起来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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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妹妹这张脸打扮起来呀 简直跟贵夫人似的 姐姐 对了 对了 姐姐 你说我这身打扮 老爷看了 会喜欢吗 喜欢 对了 妹妹 这新人哪要穿新衣 姐姐给你带了几身平日最喜欢的衣服 姐姐 这怎么好意思呢 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 来 穿上 那我就试试 穿吧 虽说失窃了 但妹妹也不能轻看自己 姐姐 你说我穿这身衣服好看吗 好看 好看 今天晚上到姐姐房间去歇歇吧 那怎么行 那怎么不行 就这么定了 那奴婢往后一定好好孝顺姐姐 谢谢姐姐 什么奴婢不奴婢的 再这么说姐姐可生气了 好吧 姐姐 拿上 姐姐全都送给你了 那我就拿着了 拿着吧 不用客气 那我就不客气了 妹妹还有客气的时候 那我先走了 对了 妹妹 姐姐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这官人有个怪毛病 晚上不喜欢光亮 所以那房间里没有灯烛 不是妹妹在不在意 不在意 不在意 这没有灯烛 没有光亮 黑灯下火的才好办事 好办事 尬名 妹妹我教姐姐几招 这一定让姐姐受用终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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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着妹妹多会说话 人水灵吧 话也水灵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妹妹 我到房间里给你收拾收拾 那我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 给你这么多银子 我要了 多核酸哪 又是银子银票的要了 要了 那么马老板 月亮出生 把人就给你送过来 什么 他爹他妈还要跟着同行啊 我是说 月亮出生的时候 把娘子给你送过来 明白了 明白 祝你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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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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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边 闪开 快 上船 小心 开船 开船 走 快点 我把你当着的新店舖 小翠 这黑灯瞎话的 都是老乡好了 怕什么羞 小翠 今天那个母老虎 可就变成死母猪了 老爷我把它装在麻袋里给卖了 从明天即 你小翠就是少奶奶了 小翠 老爷我 取了这只母老虎 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要不是有它等着 老爷我早把你取进 怎么 小翠 小翠 那母老虎 简直就是索命鬼偷生的 老爷我一见他就做噩梦 小翠 他拿起了上你小翠的一个脚 直到 我的膝盖 全是那母老虎给我落下的饼根 小翠 老爷我看不得拔了他的皮 我吃了他的肉 放下我心头之恨 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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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不理我 是不是 先老爷我来晚了 小翠 管人 你看看我是谁 小翠 谁呀 小翠 怎么变成母老虎了 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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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官宝 我看你还能不能跑出我的手掌心 起来 起来 小翠 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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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谁 我是你的娘子 我母娘才是我的娘子 小翠 公人 你怎么 天花花 地花花 我家有个月头了 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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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小翠 一人拿一颗 看见 快 拿 看人 快 看见老爷我 平时怪错版的模样吗 快见老爷 快见老 给我占两盘 跪下 是 快点 叫老爷我 大丈夫 救啊 快见 叫 大 大丈夫 叫 大丈夫 拜叫 大丈夫 你叫 大丈夫 一起叫 一起叫 大丈夫 老爷我也有家法 谁敢说我不是大丈夫 我杀他 大丈夫 叫大丈夫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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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不好了 有什么事 我想用正妖法逞着逞着的混蛋 不料下手中了 他怎么了 他 说呀 他疯了 他疯了 哎呀 这法术有大行的神仙都受不了 何况他是个凡夫所死呢 哎呀 我当时气糊涂了 忘了轻重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姐姐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嘛 好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用母后的金簪吧 什么金簪 这金簪 是母后生天使留给我集用的 母后把金簪留给姐姐了 别多说了 快来吧 快呀 先告诉我 老師 我还要命若非 小学说 小学说 那他们都会受干 esté橫 你自己的话 大上员 大上员 小师mare 小学说 老师 我去他 老姨 你又怎么想不出来 老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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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快 我的儿子 小心点 你快睡着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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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爷 你们都有毛病了 盯着老爷我看看是吗 老爷我睡得正像 老爷 你的命真大 从假山上摔下来 连点皮都没有擦破 是啊 是啊 什么 我 我总是 从假山上摔下来 摔死你才好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来了 是不是人家不要退货了 老爷 没错了 管家 说什么 没说什么 娘子 娘子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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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肯了 以后 以后 谁要是再敢说 慢娘子的话 让他天打五雷红 不得好死啊 娘子 真的假的 真的 妹妹 算了吧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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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